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好一直等到快要午夜 她的丈夫大壮也没有回来 二妞开始担心起来 这时窗外下起了大雨 二妞看见窗外 只见小虎傻站在院里淋着雨 二妞问她 这一时干什么呀 也不怕感冒了 小虎却说 她在院里看见了一个陌生叔叔 这让二妞心里一格登 两人回屋后 他们又通过门缝 看见了一只红色的眼睛 面对这样瘆人的眼睛 二妞也没有怕 她猛地推开门 门外却什么都没有 眼看要到十二点了 大壮还没有回来 二妞把小虎交给邻居 李大婶照看一会儿 她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村长家 给大壮的工作单位打个电话 打通电话后 二妞收到一个噩耗 由于大壮工作的工厂发生了泥石流 大壮已经不幸死亡 二妞还没来得及悲伤 李大婶就着急忙慌地跑进来了 李大婶说 她在家陪小虎的时候 一个玩具会自己动 特别吓人 她神神叨叨地觉着 这肯定是大壮的鬼魂回来了 二妞回家后 看见小虎蹲在桌子下 说她正在和陌生叔叔玩捉迷藏呢 紧接着门外传来了怪声 窗户那儿就出现了一个长相恐怖的男人 男人闯进家中 吓得二妞带着小虎就躲进了一个大衣柜里 二妞抱着小虎就在衣柜里睡着了 她还做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噩梦 惊醒后 二妞发现天亮了 男人应该早就走了 她在家里桌子上发现了一大笔钱 二妞越想越不对劲 最后到工厂认领大壮尸体的时候 这个疑问解开了 原来工厂的老板要求赶工期 让工人们遇上了泥石流 这让她非常自责 跪下祈求二妞原谅 昨天二妞家里出现的陌生叔叔和男人都是她 她本意是去送抚恤金的 没想到巧合之下 吓到了二妞和李大婶 误会和诡异事件解开后 这件事就过去了 时间转瞬即逝 一转眼就是30年后 这时小虎已经长大成人 有了一个温柔漂亮 善解人意的女朋友 并且事业有成 妈妈做的红烧肉对于她来说 一直都是最爱 所以小虎开了一家 专门做各种红烧肉的高级餐厅 在她谈生意时 接到村长的电话说 二妞已经失踪几天了 小虎为了生意很快地挂断了电话 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并且为了面子对外声称 自己父母双亡 后来她又接到村长的电话 不过是一个噩耗 村里有个妇人 溺水身亡 似乎是二妞 小虎去认领尸体时 尸体盖着白布 不过通过手腕上的手镯 她就断定 这是二妞 二妞死后 小虎这个白眼狼 也没有很悲伤 这时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小弟 找上小虎 希望花500万 买下村子里那栋老宅 小虎一开始没有同意 对方再次出家600万时 她动摇了 她没有先研究 怎么给二妞办葬礼 而是带着女朋友美丽 开着车回老宅里 寻找老宅的房产证 翻箱倒柜了一天后 不仅没有找到房产证 还在屋子里 看见了很多的虫子 锅里还有发臭的生肉 他们决定今天先回去 明天再来找 小虎走后 开发商小弟 出现在了老宅里 原来那种臭肉虫子 都是她搞的鬼 目的就是吓唬小虎 让她赶紧出售房子 她再次潜入这里 打算再次使坏 没想到她看见了一个 穿着红衣的二妞 大晚上的把她吓坏了 赶紧撒鸭子跑 小虎和美丽回酒店住着 美丽在洗澡时 看见外面的小虎 像被什么勒住了脖子一样 在挣扎 美丽想出门 卫生间的门还打不开了 为了爱人 她只好砸破玻璃出去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小虎只是被一颗澡盒卡住了 第二天小虎找到了房产证 还有二妞的日记本 从日记里 她得知二妞早就患了老年痴呆 她还一直挂念着小虎 替她攒下了一笔钱 小虎这时回忆起了妈妈的好 抱着美丽痛哭起来 没想到的是美丽找到了二妞 原来二妞没有死 只是那个手镯弄丢了 小虎这下改过自新 决定好好赡养母亲 他们三人围着圆桌 吃了一顿温馨的饭 该电影虽然有紫霞仙子 朱音的光环加持 但是剧情依旧很老套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是比较失败的 本片就是想告诉我们 树欲静而风不止 死欲养而亲不带 这个道理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